我妈买的解压零食 VS 我买的解压零食 什么肉饺啊 菜饺啊 通通都吃腻了 今天必须来尝试不一样的 会挑动的饺子 天啊 一听就是黑暗料理 才不会呢 有趣又好玩 什么跳跳糖啊 彩色糖啊 切 不如我这个滚雪球 看着封面就很厉害 让你体验一下不去雪地 就能滚雪球打雪仗 绝对不可能 傻的才信 你看我的工具就十分专业 重点是做完还能吃 先来裹点甜甜的酱料 涂抹均匀 撒上跳跳糖 啥也别犹豫 一口气就压下去 饺子就出来了 能不能成功呢 哈哈哈哈 什么玩意啊 还包饺子 还是跟我来滚雪球吧 呜呜 感觉好好看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工具了 色彩缤纷的糖果 再来一点冷水 把三包粉一次放下去 倒一倒 没玩过有点紧张 滚啊滚 能滚个大球吗 哈哈哈哈 点个赞 忍手一颗给你们试试 最后还要裹一层彩色糖 哎呀 裹了个寂寞 感觉还是用手比较容易些 怎么样 还不错吧 柔软又细腻 像是在捏泥吧 咦 这真的有人敢吃吗 不知道是我不会玩 还是这东西本来就不行 你什么 我的饺子算是成功了 就是这手怎么染上颜色了呢 应该能吃吧 做多一个糖果的 到底谁的零食 解压有趣呢